發動引擎轟轟轟 聽了就想坐上去 滿足超跑夢 但卻有不肖人士 利用超跑來騙人 社群媒體上貼文 還有通訊軟體 傳送一張一張和超跑合照 照片中還有大碟大碟的鈔票 不是發一堆鈔票 就跟超跑合照 不是月入百萬 就是財務自由 知名YouTuber 分享潛談臉書炫富的真相 照片中的鈔票是假的 超跑也是租來的 而且還大家一起共用 同一款名牌包 同一疊鈔票 貼文的故事都很雷同 辛苦工作到現在 輕鬆賺百萬 連吸金畫術都一樣 其實他們對這個超跑是不懂的 他們只是去網路 擷起這些畫面 這個詐騙 被害人 大概11人 獲利大概100多萬 台中市警方破獲這一組 平均年齡不到22歲 連超跑的品牌 都搞不清楚的 吸金集團 莊姓竹賢說動被害人 投資2萬到5萬元 可以賺盡利息 加上福利金 一週保證回本 兩週還可以獲利一倍 社會新鮮人有10多人上檔 一個月就炸得百萬 通常這會做到投資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做比較詳細的評估 然後還有分析 給投資者了解之後 才有可能去做這個動作 超跑租賃或許真的需要投資 但不會隨便往上釣魚拉人 更不會募集小額投資 吸金集團鎖定年輕人 拿出一點存款 或是和家人借點小錢 以為能夠找到快速賺錢法 最後遇上假投資 真詐騙連本金都拿不回來 記得李孟章 李若真 台中採訪報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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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